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它说化简下了一个数 那这个地方可以跟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跟刚刚的题目不太一样 就是现在有分数出现 那分数开根号呢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其实你只要记住一个口诀 所以分数的根号 你只要记住一个口诀 就是上面开上面的 上面开上面的 然后下面开下面的 换句话说 分子跟分母 可以分开来处理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第一题 比方讲根号 1225分之1024 你可以直接 上面开上面的1024 然后下面开下面的1225 换句话说 分子跟分母分开来处理 那我们来处理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1225 子因数分解 先用5 520 5420 5525 再用5 然后5420 5945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猜成77 因为7749 那你会发现 1125它有两个5 两个7 那我们知道 集满两个换出去 所以它可以换一个5 跟一个7出去 然后没有任何东西留在根号里面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它可以换成一个5 分一个7 那1024也一样 我们用1024 先用4 428 然后呢 4520 4624 再用4 4520 4624 44 46 64我就用88 所以8864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也是两个4 两个2 所以我们也可以 集满两个换出去 所以可以换一个4 跟一个2出去 因此我就知道说 它是5乘以7 分之4乘以8 那5735 8是32 所以我就知道 它开出来 就是35分之32 这样就完成第一题了 就是一个道理 集满两个换出去 跟上面开上面的 下面开下面的 这样就完成了 简介一下 我们看第二题 一样 根号961分之729 一样 上面开上面的729 下面开下面的 根号961 那我们来看看 729只因素分解 729 先用3 326 3412 339 再用3 3824 313 9981 那你会发现 只有两个3 两个9 所以我可以换 一个3 跟一个9 出去 因为集满两个换出去 那961 你看 961 不能用3 也不能用7 那怎么办 900 30的平方 刚好是900 所以它应该比30 大一点点的值数 那我估算应该是31 那这时候用3的话 就是93 所以余下31 所以它就真的是31 跟31 你看961 除以31 3 93 然后31 1 果然就是31 乘以31 所以我知道它是31的平方 集满两个换出去 所以它就可以换31出去 因此就会等于31分之39 27 这样就做完了 那这个第二小题的难度在于961 它所猜出来的这个值因数31 是一个蛮大的数 那我们怎么去估算呢 因为它是961 接近900 所以30的平方是900 所以我就用31下去处理 那果然就是31 好 再来第三题 根号576分之63 上面开上面的 根号63 下面开下面的 根号576 那576我们来指因数分解一下 576 用4 11 4 446 再用4 再用4 432 466 426 6 636 集满两个换出去 所以我就知道它可以换一个4跟一个6 那63呢 3 21 再用3 7 所以它两个3一个7 换一个3 但是里面留下一个7 所以就变3 根号7 好 月分 313 326 所以它就会等于8分之根号7 这样就做完了 那这第三小题跟刚刚有念不太一样 就是它并不是完全平方数 这个63它只能化减到3根号7而已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四题 1又16分之9 哇 带分数出现了 那带分数开根它怎么开呢 很多同学啊 它会直接来 它把1开出来是1 然后16开出来是4 9开出来是3 所以1又4分之3 这样不对 你看1又4分之3 你乘以1又4分之3 就相当于4分之7 乘以4分之7 它是16分之63 绝对不是1又16分之9 所以带分数开方根的话 要怎么办呢 记住一句话 带分数 开根号 带分数 你要开根号 你必须要把它先划成假分数 带分数开根号啊 你必须要先把它划成假分数 这很重要哦 带分数开根号必须要先划成假分数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开开看啊 划成假分数 1又16分之9 划出来以后等于16分之25开根号 上面开上面的根号25 下面开下面的根号16 上面25开出来是5啊 下面16开出来是4啊 因为是46嘛 所以就知道 它是4分之5 这样就做完了 那第五小题 一样是一个带分数啊 所以它要开根号之前 要先划成假分数 那因此啊 我们就知道说 它相当于根号4分之9 然后上面开上面的根号9 下面开下面的根号4 所以开出来就会等于2分之3 这样就做完了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题 它其实是要我们做 分数的根号的划减 那你只要记住一些原则 第一个 上面开上面的 下面开下面的 第二个 如果遇到假分数 遇到带分数的时候 要先划成假分数 这样就好了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七题 它说划减下列个数 那你来看一下这里的数字啊 跟刚刚那个第六题 又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小数嘛 刚刚是分数 那小数怎么办呢 小数你在开根号的时候啊 记住哦 小数 开根号啊 小数要开根号的话 第一个动作呢 要先划成分数 把它划成分数 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进行根号啦 那怎么会个划法呢 比方讲 这根号6.76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根号 一百分之六百七十六 这里有一个秘诀 什么秘诀呢 有一些同学啊 他在这个小数划分数 有一些困难 那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说呢 你看哦 这个小数点在这里 那七啊 是十分位 这个六呢 它其实叫做百分位 那为什么叫百分位 就是它一百等份嘛 因此你不要怀疑 分母就是一百 那你把分母一百写下来以后 剩下的数字就是六百七十六 照抄了 这个叫百分位 分母就一百 那换句话说千分位 分母就是一千 这么简单啦 好 那划过来以后 就可以上面开上面的六百七十六 下面开下面的一百 那一百开根号 大家都知道十的平方等一百 所以开出来是十嘛 那六百七十六呢 来 子因数分解一下 用2 338 再用2 169 169是谁的平方 13的平方 所以它有两个2 两个13 集满两个换出去 我就知道说 它可以换一个2 跟换一个13出去 所以它就会等于十分之26 那你要化成小数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写成2.6 因为十分位嘛 所以写成2.6 这样第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小数开根号 要先化成分数 好 再来第二个0.04 一样啊 4是百分位 所以就化成一百分之4 那这个上面开上面的根号4 下面开下面的根号100 100开出来是10 然后4开出来是2 所以这十分之2 化成小数就是0.2 这样就完成了 小数呢 开根号要先化成分数 那一样第三题 根号20.25 那就是百分位嘛 100 然后20 2025 所以就是一百分之2025 上面开上面的2025 下面开下面的根号100 那我们来看看一百开出来是10嘛 2025呢 子音速分解 用5 5420 500 5525 再用5 5840 然后515 然后9981 两个5两个9 起码两个换出去 所以可以换一个5跟一个9 约分 然后呢 520 所以就会等于2分之9 你不约分的话 变成10分之45 如果不约分的话 就可以写成小数4.5 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个段落第七题 我们做完了以后 我们大概只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小数在开根号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它化成分数 这样就方便开根号的进行